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028集 家里有60斤 说起来 许家当年也是大户人家 王守府没来由地感叹一声 许新年眼皮子一跳沉默片刻 云州那边的事 朝廷打算如何解决 远景帝辅诸后 有两份卷宗被列为机密 封在内阁的密室里 其中一份只有正三品以上的十权官员 以及大学士能查阅 卷宗内容是当年的探花廊 兼政二弟子许平峰 勾结五百年前皇室一脉 在云州建立根据地 秘密发展 试图谋反 就是重提了前齐党勾结乌神教 扶持云州山匪案 远景帝脉官御决 引起的宇州铁矿 私运云州事件等 如今大庚人御史大理寺 在秘密研查所有经官 真别可能存在的间谍 各地官员同样又遭遇秘密调查 另一份卷宗 记载的是远景帝 镇北王和贞德帝 同为一人的真相 这份卷宗不公开 知情者寥寥无几 太子 不 永兴帝打算把这个秘密 当家族秘心传下去 你让青州雍州边界不好防御 朝廷连下数道圣旨 前往云州 要求云州都指挥士 扬川南回京述职 但要无音信 王首府沉声说道 云州未反 但这是迟早的事 大羹人在云州的案子还在 云州军队官场也暂时没有动静 可朝廷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掌控 你大伯在云州经营多年 不拘深远 许新年皱了皱眉 所以朝廷的意思是 静观其变 王首府点头 陛下打算 在来年秋天 讨伤五百年前皇室一脉 但在那之前 云州或许会先一步弃势 朝廷已经做好准备了 嗯 许新年明白了 所以 国库没有多余的钱粮振载了 王首府默然 宽敬的大屋里 一阵子沉默 二嫂赵羽蓉清了清嗓子 用给孩子科普教育的语气说道 小姐 你家的炭和这里的不同 这是御用的寿金炭 只有皇宫里能用 其实 以如今大奉贪污腐败的作风 黑市倒卖受金炭的行为很多 大官显贵家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炭 但一般不会在待客的时候拿出来用 都是偷偷的享受 只有王家这样得赏赐的 才堂而皇之的使用 大嫂李湘涵捏起一块蜜剑放嘴里 看着斜对面的许玲月笑道 都是一家人 待会儿让下人打包两斤受金炭 所思也不是什么稀罕物 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是 虽然是皇帝赏赐的 但对王家来说这不算什么 顶级豪门指缝里虽然漏点东西 都是寻常人家这辈子都无法享用的 王夫人笑吟吟的端杯喝茶 她需要两位媳妇来炫耀王家的底蕴 从而衬托女儿的金枝玉叶 许玲月细声细气的说道 谢谢大嫂 不过家里有六十斤寿惊叹 这个冬天小来是够了 她声音轻柔 表情诚恳 看不出是在炫耀 屋内猛的一景 王家的几位女眷脸色古怪起来 势力的大嫂小声问道 黑市买的呀 六十斤 这得多少银子啊 王夫人咳嗽一声 用眼神制止了大媳妇的问寻淡淡说道 灵月 寿惊叹是御用的东西 虽说许多大户人家都偷偷买着用 但这种事只做不说 传出去 宫里是会降罪的 王夫人的这番话不算委婉 是正儿八经的告诫 这许家也太大胆了 六十斤寿惊叹可不是小数目 哪能这么买 趁着许家是新贵 便如此膨胀 将来 怕是个会坏事的亲戚 阿尔嫂的父亲在大理寺任职 对这方面尤为敏感 在京城 像这类得势后便洋洋自得 走路都在飘的新贵 往往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许玲月摇摇头 天真无邪的说道 是怀清公主和林安公主省气的 嗯 王夫人明显一愣 迅速的恢复平静 不说话 大嫂诧异了 两位公主赏赐的 她和二嫂眼里的茫然不加掩饰 作为身居大院的豪门太太 他们对外界的消息阻止 只知道许家大郎很厉害 但各方面的细节并不清楚 比如许家大郎是三家姓奴 其中两家 一家是大凤才高八斗的皇长女 一家是曾经最受宠的林安 许玲月解释道 两位公主是干在大哥的颜面 才对许家多有照福 许大郎啊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许大郎的传说 两位嫂嫂顿时客气了许多 脸上笑容也热情起来 王夫人脸色一素 听四目说 许银罗不在京城了 大哥外出有力去了 许玲月回答 接下来的闲谈中 大嫂和二嫂不停地炫富 总是不经意地展露出豪门大户的优越感 以此来凸显出王家的显赫 大嫂说道 二郎在汉林院任职 虽说是顶级轻贵 却没有太大实权 等成亲后啊 争取过完研究外派 林玲月说道 大嫂走之前已经帮二哥安排好了 二嫂说道 二郎出身白鹿书院 财情高举 只是官场人情练达才是文章 而人情是靠银子堆起来的 不过没关系 这些事公公肯定已经安排妥当 许玲月说 府上还有大哥留下的基金作坊一成分红 每年好万两收入 大嫂说 妹妹还未婚嫁吧 嫂嫂给你介绍几个家世才华顶尖的年轻巨艳 许玲月说道 谢谢大嫂 有大哥一般本事就够了 大嫂一头的点点点 一番交战后 大嫂二嫂败下阵来 他们突然发现 财富人脉家族显赫等多方面 王家在许家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啊 优越感突然不见了 丑货 王思慕暗暗摇头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